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无奈没有维修人员会用 示波器就只能躺在库房里被遗忘 但更多的人则是觉得示波器很复杂 害怕买了以后又不会用 白白浪费钱 有位做汽修的朋友说 他以前修车只用万用表 没有办法去检测高压及瞬间变化的信号 学习了示波器后 有一次更快速地排除了汽车的点火系统故障 故障原因是火花塞间隙过大 他换完火花塞后 用示波器检测次级点火波形 发现击穿电压明显变低了 示波器帮助他对维修是否有效 有了更明确的判断 示波器不仅帮助他提高了诊断效率 而且更加加深了对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理解 如果没有示波器 光凭万用表是永远无法理解信号到底是怎样变化的 以前很多时候他只能低效率地去猜想 靠排除法解决问题 他感慨在诊断上所浪费的时间与代价早就远远超过示波器的购买价值 他甚至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学习使用示波器 对他而言 示波器不仅仅是提高效率这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用理论去分析故障 从而养成做出科学判断的工作习惯 避免了以前靠猜测的工作方式 现代化的汽车发展迅速 现在的混合动力 新能源到未来的无人驾驶 如果不会修电 未来的汽修之路能走多远 如果害怕学习 只会被淘汰 更何况 示波器一点也不难 只要用心学 一定可以学会 由于很多汽车维修人员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习惯 在学习使用示波器的初期 甚至工作效率还会降低 但这都只是暂时的 学习新的工具总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旦上手掌握以后 就是一片新天地 今天这就来一下新天地 优优独播放 出品这个新天地 抓紧的新天地 新天地 新天地 一些新天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